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上了年纪之后 却立马顿武 在岁月的洪流面前 无论什么事都会原形毕露 时光可以改变一切 时光能够让人明白生活的真谛 尤其是人到中年 一生已经过半 不管是身体还是思想都处于一种变化的阶段 所以我们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 更好地适应自己的改变 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人生 今天 依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五十岁以后 戏品这十九句话 雾透了 很多事放下了 看开了 夫妻一边嫌弃 一边不离不弃 很扎心却又很现实 不吵架的时候非常喜欢她 可以付出一切 吵架的时候又觉得不喜欢她 讨厌她 吵完以后又觉得又恢复喜欢她了 闺蜜跟丈夫吵架后 气得咬牙切齿地说 说完我们俩都笑了 她的话幽默 却又真实 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 再好的婚姻 也曾有许多次想离婚的念头 心理学家巴法利·尼克斯曾说 婚姻是一本书 第一章写的是诗篇 而其余则是平淡的散文 而平淡的日子中 最真实的一面便是 一边各种嫌弃 一边彼此包容 夫妻过日子 谁也离不开谁 什么酸甜苦辣一起尝 炒完架后 看到对方喜欢吃的菜 依然买回家 互相嫌弃是常态 但要分开时 却不愿意 正如钱钟书曾说 婚姻是座围城 城内的人想出来 城外的人想进来 人生苦短 一定要爱自己 最需要爱的人是自己 而不是尽心去讨好别人 前段时间的电视剧 女心理师就有一个讨好型的角色 小莫 她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 在公司 小莫完全不懂得 拒绝同事的请求 哪怕自己心里很不愿意 她也咬牙答应 因为怕拒绝别人 同事会不会不理她 她不只是不懂得拒绝同事 就连去理发也会被理发师的推销画术 心不甘情不愿地花五千块钱 办了一张她不需要的白金会员卡 自己也很痛苦 后来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 学会拒绝 明白了 人最需要的是讨好自己 而不是别人 时光荏苒 小时候懵懂不知事事 总觉得长大 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等到真正长大时 恍然大悟 原来 长大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而最终陪伴自己最久 最长远的 只会是自己 所以 人生苦短 一定要多爱自己 伴侣 顾名思义 一人一伴 相互包容 相互磨合 一人一伴是伴 一人一口是吕 两人各自地 把自己的个性 抹去一半 再加在一起 才等于一 家是讲爱的地方 而不是讲理的地方 如果个性完全张扬 另一半能完全包容还好 但时间长了 谁也包容不了 谁没有个脾气呢 伴侣的意义在于 相互扶持 能够体谅对方抱怨 能够帮助对方 解决工作中的不快和难题 能够相互忍让 不激化矛盾 相互陪伴 相互欣赏 婚姻还是需要经营的 经营不好 伴侣就成了伴侣 一旦成了伴侣 家也就成了耗电站 而不是充电站 人生艰难 要学会看得开 人生起落无常 世事难料 惊喜和意外 总是不知道哪个先来 人活一辈子 难免会遇到一些 黑暗难熬的时光 我们要学会 接受人生里的一切不如意 练就一颗处世不乱的心 从容地去面对一切 杨将先生说 我是一个灵 简简单单一句话 道出了人生的智慧 人生苦短 不如意的事情 时长八九 看开才自在 人世本来就是艰难的 很多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拿不起 放不下 看不开 想不明 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 及时归零 懂得清空自己内心的不愉快 保持豁达开朗的心情 才能活出精彩的一生 庄子中说 人莫见于流水 而见于止水 为止能止种止 人生不可能静如止水 有磕磕绊绊都是正常的 生活更是一地鸡毛 我们要学会看开一些 不要活得那么纠结 不要让自己的心那么累 越是生活不如意 艰难的时候 越是修心的时候 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去看开人生里的一切 不管是起落成败 不管是得失聚散 我们都要学会顺其自然 活着就是要不断地看开这一切 因为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甚至一生都在不断地告别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低谷而消沉 不能因为一些失去而放弃自己的生活 不能因为一下子的挫败而否定自己 人活着 看开所有 你才能收获自在 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下来 瞬间豁然开朗 作家林清玄说 看开是福 看淡是幸 若想活得敞亮 不妨想开 看开 然后放开 对能做的事竭尽全力 对无能为力的事 不念不惧 此生就完满了 一个人的快乐 是因为计较少 快乐不是看自己拥有多少 而是不计较 心态好 做人要懂得 被人误解的时候 能微微一笑是修养 受委屈的时候 能坦然一笑是解脱 吃亏的时候 能开心一笑是大度 无奈的时候 能达观一笑是境界 危难的时候 能泰然一笑是随缘 被人看清的时候 能平静一笑是看破 烦恼的时候 能轻轻一笑是放下 对痛苦的人生 哈哈大笑 那就是开悟 父母思念子女的时候 每时每刻都在挂念 像流水一样 一直在流 不曾停歇 子女想念父母 就像风吹树叶 吹一下 动一下 有风就会动 无风静止不动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烂人烂事 怒气闷气 少不了有气 与其发怒生气 不如从容面对 心宽了 心态就好了 脾气自然也就小了 有智慧的人 欲试只会从容不破 愚钝的人 欲试只会火冒三丈 俗话说 有容乃大 做人要有一颗豁达的心 要能容 人生难容之事 人生 看开是清静 退让是智慧 不生气 才是真正的从容 金钱是你的吗 不是 人走以后 钱成废纸 既带不走 也用不上 再多的钱 留给了子孙 再喜欢钱 也不能随身带走 钱只是活着的用品而已 房子是你的吗 不是 百年之后 房城摆设 不能随你入土 不能带进天堂 就是一砖一瓦 冰冰凉凉 就是一座 一间空空荡荡 只能留给后人 你再也用不上 车子是你的吗 不是 命终结后 车程物件 你没机会再开 也没办法再做 即使再昂贵 再豪华 也不过是 废铜烂铁 权力是暂时的 财产是后人的 自己健康 才是最好的 深安不如新安 房子再宽 不如自己的新款 新安心态好 才会更舒服 过得更加洒脱自如 新安既是家 何处不自在 要求平安 需从心上求 新安才能真正 获得平安 一颗不安的心 就如忐忑二字 上上下下 起伏不停 或惊或惧 或忧或悲 又如一个流浪汉 四处奔走 无家可归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 我生本无乡 新安是归处 又说 无论海角与天涯 大抵新安既是家 当今社会 与传统社会相比 居住环境和职业的 不稳定性大大增强 不管生活如何漂泊 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新安 新安即是家乡 就是归宿 守住内心的宁静 何处不得自在 俗话说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不能事事如意 但求无愧我心 金钱就像水一样 没有会渴死 多了会被淹没 迷失自我 做自己的主人 不要快乐 衣服在别人身上 因为他们也可能 随时离开你 只有做自己 才会更加上进开朗 面对生活更有力量 人的命运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只有学会 做自己的主人 才能享受 自己的人生 是非天天有 不听自然无 每一天都有 是是非非 如果想变得轻松快乐 不听 不知道 不关注 与自己无关 会更加轻松自如 要我们保持一颗 良好的心态 精神内敛 关照自己 管好自己的思想行为 就好了 不要在意 那些人的是非 不要总关注 那些闲言岁语 生活品质很重要 你活了多少岁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好的生活品质 如何度过这些岁月的 回忆起以往岁月 会感觉不后悔 不虚度 充实且快乐 把握住今天最重要 活在当下 就是要抓住 现在的每一天 把每天过得 既充实又快乐 不为过去的事情 而烦恼 不为将来的事情 而担忧 一个人不可能 回到过去 也不可能 预知未来 但我们可以 感知现在 把握现在 用心做好 现在的每一件事 认真过好 现在的每一天 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 把握好今天 最重要 小时候 幸福很简单 长大了 简单 很幸福 面对生活 要考虑周全 即要最好的打算 也要做好 最坏的打算 总结 人生有三种心态 从容 宽容 包容 对自己要从容 对朋友要宽容 对其他人和事 要多包容 这样才会更开心 话很简单 但哲理深 细细品味 每个年龄段的人 有不一样的收获 试看开 放下了 心就开了 您说对吗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